- 大家早欢迎收看今天的财经及时通,我是静婷,让我们欢迎财经专家Liu,早安Liu - 哈喽,静婷早,各位全国的观众朋友,大家早安 - 鸿海的好呢,大家都知道,但是它的股价已经跌了八九个月了,那到底买点在哪里? - 好的,鸿海这支股票确实让大家感到又爱又恨啊,那其实最近八个月,那一路是往下跌的 - 从去年的8月8号,122.5,跌到今年的2月初,跌到剩86块左右嘛,那他让多少爸爸留下那个不争气的男儿类 - 为什么这样说呢?因为他从父亲节开始就一路往下跌嘛,那这个跌幅不到大概八个月左右的时间,就已经跌幅接近29%嘛,那接近三成 - 所以短线上的跌幅是非常重的,尤其相对大牌还在维持一个万点,而且往上走高的一个状态之下 - 所以很多投资朋友内心一定会觉得有点难过,可是昨天晚上他宣布一个讯息,就是说他去年一整年,就是赚8.01元 - 尤其是去年的第四季,他大赚了716亿,如果我们用全年度的获利8.01,跟他现在的股价 - 那大约是91块钱来计算的话,他的本益比也才11倍左右,其实是相当相当的一个便宜啊 - 但是去年第四季大赚716亿这个数字,非常非常的优秀,他是有可能是,他就是一个创下单季的历史新高的一个数字 - 重点是他一季赚一季,比前三季,比前三季的加总都还要来的高 - 那投资朋友看到这里就觉得说,哇好像真的很厉害 - 可是这个单季的获利到底是怎么来的呢? - 其实他是处分业外的一个收益,也就是他卖掉夏普的一个特别股 - 所以卖掉特别股这部分就赚了600多亿嘛,赚了660亿 - 可是呢,他的本业部分其实是没什么赚钱的 - 因为去年我们都知道苹果有个新机i10嘛 - 那这个i10的销售其实是不如市场的预期嘛 - 因为他太贵了嘛,那再来是他的功能 - 其实没有像一般投资人所期待的那么的好 - 所以他本业部分其实是获利比较差的 - 但是因为鸿海还有另外一个对他有比较有影响的地方 - 在于说他的台币跟人民币 - 其实是在去年第四季是呈现一个升值的状态 - 所以他的汇损部分其实也比较多一些些 - 就117亿 - 再来是鸿海他为了行销夏普 - 还有他的工业3.0 - 还有包含他的整体的企业 - 所以导致于他的行销费用大幅做一个提升 - 所以好,那我们看下一页 - 我们看一下他去年整年度了 - 其实他还是大赚了 - 他赚了1387亿 - 但是他比前年度的1486亿来看 - 其实还是衰退的 - 而且这个衰退是一个警讯 - 为什么? - 它是金融海啸以来首度的一个衰退 - 不过鸿海他也没有放弃持续的扩大布局 - 因为他的子公司 - 其实华汉这家子公司 - 其实在去... - 昨天晚上他就特别宣布说 - 他要用59块溢价两成公开收购 - 这个自动化设备厂返旋 - 而且他在海外 - 他在威斯康庆州也持续的购买一些土地 - 增加投资 - 其实目的就是跟川普打好关系 - 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大陆这边 - 两边他都做一个讨好 - 两边他都做投资 - 所以对于全球化的布局 - 还是相当有帮助 - 贸易战对他而言 - 其实影响并不大 - 好的 - 基本面我们了解之后 - 我们要看一下 - 买得早 - 不如买得好 - 我们看到上面这张图 - 它是鸿海最近半年以来一个走势图 - 当一开始外资法人可能知道说 - 它的本业获利是不好的 - 它们会做卖超的动作 - 当外资投信在做卖超的时候 - 它股价初期会跌 - 这时候季线它会往下弯 - 季线往下弯 - 股价当然涨不上来 -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- 我们不能够去接刀 - 我们看到近期的外资 - 它一算一路的卖超 - 今年以来它也卖52万张 - 持股剩46.3% - 可是近期它的卖超幅度却越来越小 - 投信的部分它的持股 - 也剩下0.2% - 它已经卖无可卖了 - 甚至于开始转为零星的一个买潮 - 所以我们之前有提过 - 我们看任何一档股票 - 它要往上做攻击 - 一定要符合三个要件 - 第一个它的价格要占上季线 - 要占上多空的方向线 - 第二个它多空方向线 - 要由下降走平转为上升 - 再来是它的价格要占上大户成本区 - 最后一个条件就是说它要出量 - 它的成交量能必须要放大 - 必须要持续稳定做一个量增的动作 - 这样才能算是一个 - 站在起涨点准备要发动的个股 - 好的 - 我们看一下最后 - 我们做一个总结 - 也就是说鸿海目前它的本益比仍然是偏低的 - 外资卖超幅度缩小 - 它的股价已经没有在破底了 - 股价的表现是相当的一个平稳 - 我们要做进场 - 大概就现在这个位置 - 其实它是有一个短线上是一个机会的 - 如果它成交量能够放大 - 然后它的股价占上大户成本区 - 这个就是它起工 - 往上攻击的一个号角 - 好的 - 以上提供给投资朋友做一个参考 - 好想要投资鸿海的各位投资朋友们 - 可以切记以上三点 - 那今天的财经及时通就到这边结束了 - 我们下次见 - 谢谢 - 谢谢